再次掌聲鼓勵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因為愛而誕生的寵物的創業的過程 好 然後我們先問一下現場有多少人 有養寵物 嗯 很多耶 這都是我們所有的潛在用戶 等一下麻煩加入我們的會測試天使團 OK 寵物養過寵物的人都知道 寵物它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那它也是我們最親密的家人 同時呢 它是我們很多事情 有時候不能跟你知道其他人講 但是它是我們親土心事的唯一的對象 然後呢 情緒上來的時候呢 它其實也可以是我們的親密愛人 它是接招的 那寵物它其實對我們生活影響很多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不再寂寞 它也可以讓我們從寵物身上 學習到愛和被愛 那同時呢 我們可以學會分享 這常常是我在家裡面跟我寵物做的事情 然後它可以給我們一個最單純的美好 當我們在這複雜的世界覺得很累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寵物就覺得好像一切的煩惱都會不見這樣子 那它同時也會讓很多男人羨慕 哇 它講太多寵物 然後也會讓帥哥就是變得很融化雕耳這樣子 那當然有的時候也會讓我們情不自禁的 會對他就是做一些你知道欲舉的行為 但是這一切都只是因為愛 那為什麼講那麼多呢 因為所有每一張這個寵物主人跟他寵物之間的這個照片 都是一段關於愛的故事 他們背後就有很多他的故事 那當然呢 我也有一段 欸 我的故事不見 我也有一段屬於我的故事 好 欸 阿哥 抱歉哥 好 那它就是我的多多 哥伍斯蘭這樣 就在我身上 對 好 欸 抱歉喔 好 那我要講到我的創業故事呢 就會講到我們的多多 其實它是我最愛的我的寶貝女兒 那它在出現到我生命的時候 剛好我碰到很多的狀況 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分手啊 包含我爸爸過世啊 包含工作得不太開心啊 因為就是做一些老闆要的東西 但不是我要的東西之類的 所以其實它陪伴我度過很多生命中很低潮的時刻 然後呢 也是因為它讓我有勇氣 或是有一個目標要去做創業的動作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做了寵物的創業 可是當時其實我的想法很單純 就只是想要為世主成立一個平台 但是讓大家很開心啊 去分享一些寵物的照片啊 分享一些飼養的資訊這樣子 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多很具體的一個想法 還知道我創業一個月後 然後那天是國慶就是10月10號的晚上 然後多多就突然生病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很緊張的去打給所有 我認識的鳥醫院 但是都沒有醫院還開門 因為它是假人的晚上 然後我在打給我一些認識的鳥友 問他們有沒有其他的醫院 我不知道的 但結果呢也都沒有 所以就是這樣子 過了一個晚上才去看到隔天早上的醫院 那之後呢在10月13號多多就過世了 那它的這個過世呢 其實對我影響能打擊還蠻大的 所以我經歷很悲傷一段時間 然後呢我還也去開始做一些鳥的工藝啊 包含去做鳥中途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也有參加台北鳥會的一些救傷鳥的一些工作 然後在有一次演講裡面 我剛好他們邀請了一個獸醫師 就是鳥的醫生 來講 然後呢 我才知道說原來那個醫生 其實他們是有提供寵物的急診的 就即使是半夜晚上 他們都有提供急診 但是在之前我並不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呢 那天聽完他的演講之後 我就很恍神 然後就一直這樣不帶街上罐走 然後走到大安士林公園去做發呆很久 然後我才忽然間就意識到說 因為我中間就會一直想著說 如果這個訊息早點讓我知道的話會怎麼樣 為什麼當時我不知道呢之類的 就想到很多 然後之後慢慢才意識到說 其實我們的創業應該要融入更多 就是怎麼說啊 就是我們可以為其他的 為這個社會改變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決定把多多的精神 還有呢 他教會我的這些事情 這段很悲傷路走過來的路的東西呢 就整合在我的創業跟我未來的人生裡面 所以我得到一個結論呢 就是說用生命去影響生命才是真實的活著 所以我為了讓多多繼續活著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以下的東西 好 第一個呢 就是我規劃了一個新的服務 叫做寵物生活圈 那為什麼要做寵物生活圈呢 其實我們寵物生活圈裡面提供的 最基本的一個服務就是寵物地圖 那它地圖的概念是 我可以搜尋這附近所有最近的醫院 然後呢 甚至我們還會 應該這樣說 我們現在已經收集到 超過5000筆的一個 最完整的寵物定讀的資料 然後同時呢 我們開放大家 群眾可以來做評論 就是說 你來過這間醫院 然後你覺得 喔醫生很好 醫術很厲害 或是護士很可愛可欠很漂亮 都可以在我們上面做評論 所以我們有個新等的概念 然後再來呢 我們有各種地點的種類 包含醫院啊 寵物的這個叫什麼 寵物友善餐廳 寵物美容 然後訓練 然後旅館 或是友善民宿 或是戶外景點之類的 我們通通都有提供寵物的祭典的資訊 然後再來呢 我們會依照寵物的類別來做分類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養鳥的 你就不會去這間店 因為它只有養狗跟養貓的 所以我們盡量的透過各種方式去篩選出 就是你可以馬上在這APP 就立即找到說 欸我這附近 最適合我 可以去的店 然後我們還有很明確的標件說明 譬如說這個店是不是24 它有沒有急診 這些都是真的醫院啊 可能因為自身的經驗的關係 所以我就會做 然後它甚至有中醫療法 它是哪一類的專科 因為現在寵物已經越來越講究 它有專科的喔 它就說欸我是腥臟專科 我是腫瘤專科 現在醫生裡面有分到這樣子 然後駕馭也沒有服務之類 我們通通都會 只要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都會把它建立在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透過手機APP就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然後另外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營業時間設計在裡面 所以只要我用現在的時間帶進去 我就可以直接在列表葉看到說 喔現在哪些醫院是開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不會跑到那種沒有開的地方 好那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地點的location的服務 那我們就衍生出來說 欸既然今天寵物是主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廣泛的使用我們這個服務的同時 那當然也有可能 帶著寵物出去玩啊 然後就走私啦 或者說我們盡量希望把一些 這個跟地點相關的任何寵物的服務 都融入在裡面 那第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 走私協群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有 搭配做一個這個 鏡子的項圈 然後它是用 現在的IP層就是藍牙的概念 然後去做 所以今天如果一旦寵物 配在我們的項圈的時候 其實它走私了的話 我們所有的這個 使用我們APP的會員 走在路上不用打開APP 它就可以自動的偵測到 這個走私的動物 在它身邊出現的狀況 然後所以我們也會有通知的設計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東西 如果上了之後 其實會幫助很多的市主 除了找地點方便之外 也可以有一些 彌補一些可能寵物走私啊 這類的遺憾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規劃的一個 全方位的寵物的生活平台 那我們有結合軟體硬體 虛體實體 然後我們希望連結市主 醫院商家各個的東西 去打造一個完全的生活圈 啊 時間快到我就不多講 好 另外呢 另外呢 也是因為我的多多的關係 所以呢 多多去世的那個 10月13號這一天 也變成在我們公司 世界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日子 所以我們把它定為寵愛多多日 就是說我們希望讓大家 呃 畫小愛 畫你自己對寵物的這個小愛 為大愛 去為更多的寵物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們總共進行了兩屆 因為呃 多多是2012年走的嘛 所以我們2013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做了一場叫做寵物心裡的那些事 的一個意賣活動 然後那天呢 我們是幫一個叫做 Marie Help Dogs Get Adopted 的這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粉絲團去做募款 那天我們其實就一募到 一個下午就募到 六萬八千多塊 然後就捐給他 贊助讓他的狗狗可以到 美國去被收養 他專門送狗狗到國外去收養 好那這個是今年的這個 十月十三號多多日 那很感謝啊 就是Alton有幫我們在 背書上做很多的宣傳 所以今年我們辦得很盛大 然後呢 就是下一個 其實像一個小型的寵物展 這樣我們還有找廠商 然後也有做講座 然後還有做動物溝通 跟這個動物按摩 這些各個的動物產業的人 我們都已經把他們邀請過來 然後我們很感動的是呢 所有來參加的這些志工們 其實他們都是自高奮勇來參加 就是我們也沒有任何經費 可以去邀請他們 那他們還會朋友拉朋友說 唉我覺得這意義 這個活動真的很有意義 所以呢我帶我朋友一起來 然後呢我們去租一補 我們來辦吉祥物好了 他們都自己就是自發的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來參加這些廠商 一直告訴我說 他們不會跟我說 我今天少賺了多少錢 因為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他們都說這活動很有意義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參加非常好 你明年要做還是要找我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活動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就是大家的幫忙促成它 所以經過這個活動之後 我們就發現到說 其實有的時候你在辦活動 不一定是這個捐款本身 它有產生一些效益跟幫助 其實同時間 首先我們也幫助那些來參加的人 當然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感謝大家 那這次的活動 我們是捐給這個 臺灣之心愛互動物協會 就這一場 那大概以上就是這樣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很久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 那我們的粉絲 我們那個品牌叫做寵物圈 然後呢我們有粉絲團 我們有Twitter 有Google Plus 那這都是我們偉大的 要很辛苦的在幫我們經營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現在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幫我們加一下我們的粉絲 然後呢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YouTube的頻道 是在拍一些寵物飼養的影片 就是也是理想的理念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就是拍影片比較耗大 然後我們又不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其實影片的數量 是很緩慢的在成長 但是是有的 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搜尋得到 好 謝謝 那另外呢我希望 再讓我講一下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寵物生活圈 這個資料庫 雖然我們已經透過 新普的小編本自己 建立了5000筆資料 但是呢我們還是 因為資料可能有些還不齊全 有些還是會持續的變動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即將要準備上線的時候 我們就邀請大家 如果你今天是有養寵物的 你對動物是有愛的 你願意付出一起參與的 那尤其你要有iPhone iOS的任何產品的話 我們都希望你可以一起來幫忙 就加入我們的測試團隊 一起協助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連來來找我 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